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能夠在大小活動 頭髮資源 濃好濃滿喔 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超結盟最強的22套陣容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那目前是第18季對戰聯盟第二輪的超結盟週 不知道玩家們都用哪些陣容在目前的對戰裡大殺四方呢 換算時間才過一個月而已 但是有許多玩家在世界前500名的水位上已經達到3000分 領到這一季最終的獎勵以及知識跟服裝 那這些高手到底使用哪些陣容在這一季能夠大殺四方 我們今天參考國外的網站整理出了22位選手的資訊 今天的影片我們就帶大家深入了解到 他們使用的陣容的優缺點以及適不適合你使用吧 好 那今天的話有22套陣容肯定要講得非常之久 那以上的論述的話是丹尼自行的評估 並不包含這些玩家們自己在對戰中的一個考量 所以玩家就斟酌觀看 好 那第一位玩家是56Luffy56玩家 他是目前世界排行榜第17名 可以說是非常的強 那他使用的陣容在超級聯盟 使用大舌頭 氣勢猴跟胖可丁 但你認為這套的穩定性可以說非常好 畢竟大舌頭本來就很強了 加上後面有一個氣勢猴跟胖可丁兩者互布 根據對手先發可以預判一下你要使用ABB或者AAB 都可以輪流的切換 但是陣容上有一些缺陷就在遇到盔甲尿或獵精英的時候 會相對比較辛苦一些 操作難度並不算太難 推薦的評價我們這邊蠻高的有4.5顆星 好 再來第二套的話是Carson33玩家 他是目前世界排行榜的28名 也算是實力非常之堅強 同樣是用大舌頭當先發 但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從後面的胖可丁改成了暗影版本的天蠍 然而這樣的搭配上來說會更加的穩定 畢竟大舌頭 氣死手跟天蠍本身都有順風吻壓逆風逆轉的實力 不過也因為以技術層面為主 所以會根據使用者的實力而決定這個隊伍的高度 然而這隊伍的天敵可能就是胖可丁跟盔甲鳥 可能是比較難以對付的 操作難度相對是比起上一套來的高 推薦評價也算是不錯 有3.5顆星 再來的話是DepolinSS1玩家 這位他是目前天蹄的排行榜算不知道是多少 但是他在前幾季看起來是有達到世界第一名 所以這次在國外網站裡 可能是因為這樣的關係把它列進來 那他使用的陣容是暗影版本的 港柱雷吉斯奇魯 而且天蠍其實實力上不錯 如果強殺了之後拿下順位 文翔弓士跟熊木耀算是互補的 就算逆風的時候先讓文翔弓士上來 後面的角色也能夠也很好的進行輪替打擊 算是這一隊優點的部分 至於缺點的話同樣是打虧假鳥比較麻煩一些 而操作難度算是比較高的 推薦程度也算是不錯 再來的話是目前世界排行榜第112名的 Direct Trading玩家 使用的陣容是巨石飛魚、文翔弓士跟天蠍 這三隻的話優點就在於他們都有辦法去反制或者牽制草系寶可夢 不過你看到這陣型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到他有一些主流角色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所以算是比較吃風向的一個隊伍 那缺點的話可能就沒有把盔甲鳥或電燈怪當一回事 如果沒有遇到這兩隻的話 整體來說還算是不錯用 而操作難度算是蠻高的 每一隻都需要算到極致去操作 而推薦評價的話算是中等 再來的話是目前世界排行榜第2名的Time Cup玩家 可以說是非常的強很可惜並沒有找到他推特或者其他資訊 所以這邊只能放上排名在第2的一個圖 那他使用的陣容的話是白海獅、二十大王跟胖可丁 那這一套陣容最重要的優點就在於他針對小喵可以說非常的強 不過這一套陣容的搭配上來說是比較少看到啦 會讓人家有點摸不透 而且在面對到許多主流的屬性的時候 像是鋼系啊或是葛鬥的時候 處理起來也比較辛苦 也算是一個蠻吃風向的一個隊形 操作難度的話當然也認為算是蠻高的 畢竟並不是真的有辦法每一場留意到小木耀 評價的話也算是中等 好再來的話是去年世界冠軍ITS-AXN玩家 他是目前天梯的排行榜第63名 使用的陣容是克里瑟利亞、鯉魚王跟鎭甲鳥 那這陣容的話基本上就是賭心態啦 畢竟鋼系跟烈劍在先發出場的機率並不算特別高 相對的我們這邊鯉魚王只要保住 面對到這兩個屬性能夠拿下 要交給克里瑟利亞跟鎭甲鳥 其實這陣型上還是蠻強的 然後說這陣容最大的缺點 可能就在於這個陣容是世界冠軍在使用的 不見得你真的能夠把這陣型發揮到完美 是我們對這一套陣容的一個看法 操作難度的話算是中等 評價上我們這邊蠻推薦的 再來的話是9月12TING玩家 他是目前世界排行榜第10名的非常強力的選手 那他的陣容跟ITS玩家非常相似 只是把鎭甲鳥換成了電燈怪 而且二順位是以電燈怪為主 是標準的ABB陣容 如果在先發看到火系的時候 後面兩隻會進行一個輪替 那我們電燈怪上來的瞬間 基本上能夠逼出對手的草汐的時候 擂王在最後壓尾 絕對能夠穩穩的去打 是我們這套陣容的一個打法 那這套陣容的缺陷除了被哈康德之外 可能在遇到堅果雅尼的時候 也會被絕對雅致 但是這隻角色在超結盟其實不常見 操作難度的話中等 推薦評價的話我們還算是不錯 好 再來的話是世界排行榜目前第三名 非常強的史蘭亞史玩家 使用的陣容是快龍長暴隸書 以及電燈怪的組合 靠著快龍先發優秀的強殺 再靠二順位的長寶力鼠 整體隊伍的穩定性非常的強 不過稍微預判一下 對手最後一隻是否有帶草汐的 相對我們可能要進行切角 保住電燈怪讓快龍去殺草 長寶力鼠在隊伍裡就是一個殺包 是這套陣容整體的打法 不過以屬性的互補性來說就算普普啦 非常吃玩家們的操作 以及切角擋招的時機 操作難度算比較高一點 推薦評價的話算中等 再來的話是目前世界排行榜第一名的 MD可比玩家 你可以看到他目前使用的陣容 是阿羅阿的酒味 大舌頭跟電燈怪 這套陣容最穩定的就是二順位的大舌頭 逆風拉毀 先發也能夠壓制互補 對手陣容如果剛好沒有抗妖精系的角色 就能夠開盾強煞 是這套陣容非常強力的地方 那陣容上的缺點的話 就是在處理剛系的時候會比較困難一些 不過這邊操作難度的話算中等 推薦的話還算不錯 那這位玩家在今天是 剛好得到世界第一的分數 在推特也有發文 玩家如果有興趣的話也能夠去追蹤他的推特 了解更多更精彩的對戰陣容 再來的話是315Cartooner 313玩家 是目前世界排行榜的第六名 使用的陣容是龍水水陣 但是跟前面不一樣 使用的是哈克龍當先發 後面雖然兩隻是水系 但是巨式飛羽能夠靠飛行系招式去反打草系 整體的穩定性算是不錯 先發強殺之後混順位兩隻算是互補 所以能夠渠道風向會比盾更加重要 是這套陣容的一個打法以及思考方式 而這套陣容穩定性還算不錯 只怕開啟遇到妖精或鋼系 整體的操作難度並不算特別高 推薦評價還算不錯 玩家可以嘗試看看 好再來的話是 目前世界排行榜第七名的 美容Monkey級玩家 同樣是以哈克龍為先發 但是後面角色不一樣 是使用朽木妖加護城 這套陣容基本上跟上一套的打法差不多 就是先發強取 後順位互補 然後風向的話 同樣是比起盾萊的重要 但是後這一套陣容還有一個缺陷 就在於他比起前一套 更怕後面有藏有二根格鬥的角色 像是賭完熊或頭巾混混都會比較麻煩 算是一套完全不講武的風向隊了 就直接輾過的陣型 當然的操作難度 因為有互長龍關係更低一些 推薦評價的話算中等 再來的話是Innerbloom 94玩家 他是目前世界排行榜的151名 使用的陣容是 阿羅阿穿山王 大力二跟電燈怪 算是我們今天要介紹22套裡面 唯一隻使用二順位大力二的玩家 那大力二的話 在這一季獲得Indra之後 確實穩定性非常好 不過俗話說的好 術大造風嘛 在高端局針對他的角色也算是蠻多的 相對的只有一套陣容是比較可惜 那這一套陣型的話 在遇到剛系的時候 也有絕對壓制的效果算是不錯 那最大的缺點的話 可能在面對到絕地圖的時候 相對的是比較吃力一些 整體的操作難度算是中等 推薦評價的話還算是不錯 標準的ABB陣容 好 再來的話是Jason2890玩家 他是目前世界排行榜的第49名 使用的陣容是氣勢豪白海獅跟護城 這套陣容的話 優勢能夠穩穩壓逆風則靠白海獅拖延 先發更惡順位算是互補 最後就聽天命交給護城隆 是這一套陣容的基本打法 那要說哪一隻角色能夠絕對壓制的話 肯定就是胖嘟嘟了 但這一套陣容的操作難度也算是低 畢竟白海獅跟護城隆也算是單點型的角色 推薦程度的話算是中等 好 再來的話 Selander 12 Stereflator這位玩家 他是目前世界排行榜第5名 可以說非常的強 使用的陣容同樣是以氣獸為主 但是角色上後面是不太一樣的 使用大舌頭比較穩定 當作惡順位使用而白海獅退到壓位 那護城隆單點的部分這邊就不仰賴了 操作上來說 可以靠著逆風的時候用大舌頭扭轉回來 惡順位的大舌頭跟氣獸的互補性也算是不錯 能夠打出ABB陣的效果 那論這一套陣容的缺點的話 可能在面對到貓頭夜鷹或古文巨神2的時候 都比較不好打一些 操作難度的話也算是蠻簡單的 推薦評價則是有達到4顆星也算不錯 好在的話是2022年的世界冠軍 名威的玩家他使用的陣容同樣以氣獸猴為主 但是後面兩隻角色完全不一樣 而是盔甲鳥跟阿羅拉的穿山王 這擺明的是針對三點陣去處理 就是我們常見的 虎城隆 胖可丁以及大石花的陣容 不過如果論其他的對位上來說 先發如果遇到飛行系的話 或者妖精的時候 盔甲鳥跟穿山王都有能夠以權力的壓制 相對的是有一戰的機會 逆風的時候不見得會輸 不過這陣容也算是風向隊啦 畢竟在屬性上來說 古文巨神2跟獵劍是能夠直接輾過這套陣型的 所以算是一個有好有壞的陣容 操作難度的話中等 推薦程度也是中等 再來的話是目前世界排行榜 第2師名的SK499玩家 是使用龍水水陣 但是如果跟前面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第一隻是惡石大王 後面同樣是惡翼王跟巨翅飛羽 這套陣容的優點就在於他三殺火系 而且如果在逆風的時候 我們可以使用惡翼王掉出朽木妖 然後再輪替回來讓惡石大王練功 來扭轉戰局 是這套陣容在逆風的 可能一個操作上來說是這樣 那平局的話強殺之後 惡翼王跟巨翅飛羽同樣有互補的效果 那如果要說這套陣容最大的缺陷 可能就遇到天敵虧假鳥的時候 是比較難處理的 整體的操作難度算是中等 推薦評價也是中等 然而這位玩家據說在今天之後 使用了這套大石花護城龍 以及子餘劍的陣容 竟然分數達到了3183 可能在明天之後 就會變成目前世界排行榜的第一名也說不定 玩家如果感興趣的話 也不妨可以追蹤這位玩家的推特 了解到未來更多有趣的對戰陣容 好再來的話是目前世界排行榜107名的 BJPOP玩家使用的陣容是電燈怪 大舌頭跟胖克丁 那這套陣容的話 在後順位有針對朱木耀去安排 那開局就像遇到龍系 也能夠讓一個輪替之後 讓胖克丁直接開兩盾強殺 是這套陣容主要的打法 那要說缺陷的話 這套陣容比較難以處理 我們之前比較常見的泥巴魚 那除了朱木耀之外 這套陣容在先發遇到其他嫂系的時候 也會比較頗好處理 是這套陣容比較缺陷的部分 那操作難度的話算是中等 但推薦的程度我們這邊算是蠻高的 至少3.5顆星 好再來的話是雷斯利特20玩家 他是目前世界排行榜36名 那他使用的陣容是 重電寶、電燈怪跟盔甲鳥 那這套陣容標準的就是AAB陣 可以使用前面跟後面的一個電系寶可夢 去夾擊飛行跟水系 而重電寶跟電燈怪各自有各自的優缺點 如果遇到地面系的話 其實還是能夠互魔 最後交交給盔甲鳥去處理 那同樣難打的 會是以賈勒爾地區的泥巴魚 或者一開始遇到龍跟古文巨神2的時候 就得比較麻煩一些 是這套陣容的缺點 以AAB陣的角度來看的話 操作難度相對會比較高一些 那推薦評價的話至少有中上的水準 好再來的話是去年世界賽台灣代表的 優達達玩家 他是目前天梯世界排行榜的第48名 使用的陣容是重電寶、電燈怪跟突嬰娜 不過有一個突發狀況在於 雖然這個國外網站有公佈優達達玩家的陣容 但他最後有在推特曾經 他這個隊伍並不是他本人所使用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多加贅述 這一套陣容的一個打法優缺點的部分 那他目前在這一季也順利的攻頂成功 玩家也能夠追蹤他的推特 能夠獲得更多對戰相關的資訊喔 好再來第20位的話是克里比玩家 那目前不知道他是世界排行榜第幾 也沒有找到他推特資訊 不過國外網有推薦我們這邊還是來講一下 他使用的陣容的話是 鯉魚王暗影版本的在先發 後面分別有大舌頭跟胖可丁 同樣的二順位有非常穩定的大舌頭之外 再搭配殺嬌手胖可丁 如果鯉魚王順利的拿下優勢的話 大舌頭跟胖可丁幾乎算是互補的一個情況 幾乎是不太容易輸的一個陣型 而比較麻煩出力的對手可能就是葵家鳥了 畢竟穿是這一套陣容的克星 所以齁得靠先發的鯉魚王 或者大舌頭靠著舌舔去處理掉 整體的操作難度不算太高 畢竟有大舌頭跟胖可丁 那他推薦程度的話 這邊我還算蠻高的 給四顆星 好再來的話 倒數第二套陣容 是目前世界排行榜第九名的 歪瑟森玩家 使用的陣容是鯉魚王 二十大王跟妙阿花 那這套陣容遇到鯉魚王 所怕的草息的時候 尤其是朽木耀就可以交給二十大王去處理 不過如果是逆風 看到妖精系面對到二十大王的時候 可能最終我們等於交給妙阿花的 賭戲去抗衡 是這套陣容的打法上來說 需要少可以思考的部分 那這套陣容還是有一些缺陷存在 可能在面對到Twinna的時候 比較難處理一些 是這套陣容整體的一個狀況 操作難度的話算是中等 推薦的話也算是中等 好最後的話是卡畢哥兵817玩家 是我們上次有介紹過 在高結盟使用快龍胖嘟嘟 滾巨生2陣容的一個參考玩家 那他在目前的世界排行榜也算是蠻高的 有達到二十六名 陣容是以黏魚王獨刺水母跟盔甲鳥 那這個陣容的優點的話 就在於獨刺水母的奇系效果非常的強 能夠處理逆風遇到的草系 也能逼出電系交給黏魚王去處理 雖然這陣容最大的賣點 但要說缺點的話 盔甲鳥先發的時候會比較麻煩 會處於盾的劣勢 畢竟獨刺水母本身的毒打盔甲鳥很辛苦 後面有一隻平局的盔甲鳥更不用說了 那整體操作難度的話算是中等 推薦程度也蠻高的 達到3.5顆星 好那在看完22套陣容之後 不知道你有沒有喜歡哪一套陣容 在你的口袋裡可以直接拿出來使用的 那這邊我們也幫大家統整一下 畢竟高手在使用的角色拿幾隻比較強勢 你也一定很想要知道 相對我們這邊整理出他們出場最高的次數 那最多的話是7次的鯉魚王跟電燈怪 可以看到這兩隻非常的強力 而最少的話至少有一次 這張圖就提供給玩家們參考 那除了在陣容出場場勢之外 這邊我們還整理了先發 二順位以及鴨尾的角色 首先我們看一下先發的最佳人選 那這邊有出現過三次的 分別是我們的氣勢猴跟鯉魚王 算是高手們比較喜歡用的角色 再來二順位的話 我們講求這隻角色 不論是體質粗糙以及屬性都非常優異 那裡面最強的出現到四次的是大舌頭 而排名在第二的是出場三次 而且出場機率也算是最高的電燈怪跟鯉魚王 而最後壓尾的話 我們通常講求他們的單點輸出很強 或者是前面兩隻角色能夠先處理掉一些比較麻煩的 他最後就能夠鴨尾使用 而這邊鴨尾王則是出現過四次的胖可丁 所以在統整第四八季超結盟高手使用的陣容來看的話 可以了解到哪些角色是我們上場機率最高的 像是我們這邊出現過七次的電燈怪跟鯉魚王 而先發最優秀的則是我們的氣勢猴跟鯉魚王 二孫安全牌則是大舌頭為主 最後鴨尾王的話是目前非常強力 有殺娇膽膽點傷害以及冰凍之風降對手攻擊力的胖可丁 這也就是世界高手們最愛用在超結盟使用的角色票選 提供給玩家們的參考 那麼來對一下總結吧 超結盟最強的22套陣容 不知道玩家們比較喜歡哪一套呢 那我們今天在影片裡每一套陣容都有了解到 他稍微的打法以及他優缺點的部分 當然比較可惜的是因為影片長度沒有辦法每一套都詳細的講得很清楚 大概只了解到個五六成而已 到底實不實用玩家們可能還是要親自嘗試 或者去追蹤那一些高手們的推特 詢問一下這一套陣容的真正用途 是我們這邊比較建議的部分 不過高手使用的角色某幾隻出場機率看起來算是蠻高的 所以你大概也了解到超結盟目前的環境中 哪些是比較主流 哪些是值得你鍛鍊的 提供給喜歡打超結盟的你當作參考囉 那麼我們就下部影片見